南投县陶医学会 在南投陶展示馆推出主题特展 玩陶好友去柴烧南投陶 展期自7月1日至7月31日子 开幕当天举办茶席联谊 以及陶医DIY体验活动 让参与民众满载而归 传统柴烧是一种费时费力的烧摇方式 木材燃烧后的灰烬落在作品上 形成的灰柚 会因时间改变而有所变化 这也是柴烧最迷人之处 早期的南投陶都是柴烧烧出来的 那现代陶呢 有柴烧 有瓦茲 窑烧 然后还有电窑烧 我们在观赏柴烧陶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我们要去注意它的火痕 火烧的痕迹 还有它的落灰所呈现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档期我们南投县陶医学会有20位会员提供他们的作品 那老中青的会员都有 那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医员赖燃学表示 南投陶为陶医界精神指标之一 现今南投保留传统老窑 每年定期做保养式的烧窑陶器之外 令色有中型窑 定期有作品展出 并与现代作品结合 发挥无尽的创意 让南投陶更具有特色与实用性 南投陶一直是我们陶医界的一个精神跟指标 尤其是现场的一个南投陶柴燒的一个这个作品非常的一个精湛 柴燒比较重要是在它的落灰 还有它的一个豪衣的一个雕塑 跟现代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结合 所以今天的作品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创意 同时也非常有具有个人的特色代表 这几年不断的一个注重我们陶医的推展跟扎根 也配合我们学校社区 还有我们的这些社大的开课 让我们的乡亲更能够认识我们的南投陶 也希望我们的南投陶在这么多人的一个推广之下 能够发扬光大 见证到我们陶医的精神 南投陶具有在地历史文化工艺技法等特色 政府也透过活动 积极鼓励陶医家创作与开课 让民众学习参与 并欢迎就与薪资 到陶展示馆欣赏南投陶 柴燒芝美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